戏院中灯光渐暗,黑暗中远远传来几声敲击捕鱼的清脆声响,随后几声高呼,几声鼓针,一段喉咙梦中独有的藏花云旋律缓缓在空中游荡,大幕拉开,舞台上见亮,墙原边一时一花一瞪,黛玉抬着落花慢慢走来。 日前,为进驻香港公开大学成立30周年,一场以经典著作《红楼梦》改变的乐剧在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上演。 《红楼梦》中的多个情节被搬上舞台,用乐剧独有的唱、作、念、打演绎一幕幕爱恨情仇。 这是自今年一月份戏曲中心开幕以来上映的戏剧中,为数不多以经典名著改编的乐剧之一。 当晚的演出,也汇聚了不少乐剧名林及心境精英,老少同台,恭喜乐剧梦。 李秋元是此次演出的主角之一,在细说《红楼梦》的压咒演出《幻觉离恨天》中饰演贾宝玉。 尽管已对乐剧加轻就熟,他仍一丝不苟对待着每一次演出。 李秋元称,乐剧是讨厌功夫的艺术,功夫到家才能把乐剧演绎好。 其实训练我们比较艰苦的,每天早上好做起床,艾声,浪腿,拿顶,虎跳, 这些都是从基本手眼伸发部,从小要学的。 学这些基础是比较闷的,这个基础打好了之后,才慢慢再学戏。 李秋元出生乐剧世家,五岁便开始接触乐剧。 对于他来说,乐剧是伟大的艺术,包含着无限的情感。 其实我们香港的本土艺术一讲到,无非都是我们粤剧艺术, 是最有力量的了。 有粤语的地方,就一定是会有粤剧,有华人的地方有粤剧艺术。 所以,跟其他艺术的门来是非常不同的。 无论你飘洋过去到某一个地方都好, 哪怕你会唱歌《帝女花》,就勾起你无限的香情。 这个就是其他艺术是达不到这种感觉。 但李秋元唐言,香港乐剧目前面临断层问题, 乐剧表演者青黄不接,新的观众也仍在培养中。 但他没有对乐剧的示威感到沮丧。 他表示,未来将继续时移时翠,将老一辈留下的珍宝更好地传承。 千山亦是贾宝玉的扮演者,在此次演出的首目《戴玉藏花》中率先出场。 从小接触乐剧的他,从儿童乐剧班,到乐剧名人的关门弟子, 再到香港演艺学院第一届戏曲艺术学士。 从师徒制到学院派,千山走了一条和传统乐剧前辈们不太一样的路。 对于目前的乐剧发展,千山则充满信心。 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,他们都对乐剧是有个好奇心的。 他们不止于抗拒,反而他们很好奇,他们会来看我演出。 还有可能近几年,政府又多了推动乐剧,又有西九戏曲中心的乐剧, 还有演艺学院多了,现在有个学试学位的粤剧课程, 可能多些人关注了这个粤剧。 千山坦言,现在娱乐方式丰富多样,乐剧已难以成为主流。 但乐剧已随着社会发展逐渐变化,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。 可能现在的近年,就会多一些比较新的剧本, 就可能是比较适合现在的观众, 还有我们的表演出的时间是浓缩了, 因为它是适合现在的现代社会的步伐, 还有我们在舞台的效果,比如灯光,布景, 道具上,我们都比较是创新的了, 也都是适合现在的观众的口味, 令到他们不会觉得太距离太远。 千山称,在演出字幕中, 自己会尝试加入英文字幕, 让更多愿意了解乐剧的外国人, 更深入了解表演的内容。 也尝试走进校园举办工作坊, 希望培养起孩子们对乐剧的兴趣。 未来,希望能在乐剧的传播方面聚焦广度发展, 向海外,向年轻一代传播乐剧文化。 我觉得粤剧其实是真的属于我们香港的, 或者是岭南的一个, 为一个表演艺术,是真的属于我们自己, 它有我们很浓郁的文化, 又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里面, 所以是真的很值得去保育和成全, 而我们香港的乐剧, 其实是一直随着这个社会, 其实是一直在发展下去, 我们都是很愿意去接受新的元素, 去令现代的观众都可以欣赏到我们乐剧。 这个就是我对人生的一个抱负, 就是我自己希望都可以出一份勉力, 去将这个传统艺术继续传承和发展下去。